其实我本来是想跟你们在一个非常具体的微观层面来讨论这个案子 如果你们要把这个案件要扯到一个更大的范围里面 我倒不认为它对你会有利 相反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会导致你们处于一个更加被动的道德局面 比如刚才曹律师讲的 就讲了这个学区划分的问题 那你告诉我 想要是哪个学区不好啊 想要是哪个学区应该被鄙视 我们要不要建立起一个关于学区的鄙视链来 不应该的 您刚才讲的那个是说 家庭应该很困难 要拿出所有的钱 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这和我们今天 我们提倡 共同富裕的这个目标是不相稳合的 价值观上不稳合 而我们今天要努力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努力的是教育 我们希望每个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 我更希望 你们把这个问题缩小到 关于不口千里的问题上 从这个约定里 到底怎么能推导出 这里边有包含学位的意思 当然就今天来看呢 我感觉可能推不出来 因为单讲这个老婆小也好 什么学区房也好 什么毁了孩子一生也好 我觉得都没法直接对这个案件里 带来直接的一种正面影响 因为什么呢 老婆小 救房子有人住的 上不了这个学区 就孩子一生就毁了 那你让沈阳市其他学区的孩子们 又情何以堪呀 所以我们还在回归问题的本质 到底是在买房子 买二手房 还是在买二手房里含的这个学位 如果你强调是买学位的话 你必须从这个合同文本本身出发 找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一个 证据链条或者是法律逻辑来